今天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拉开帷幕 这也是时隔四年零五个月之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再次举行 那么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 三国领导人将围绕哪些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中日韩合作又能否重回正轨 进而为东亚区域合作和地区稳定注入更多新动能呢 当地时间5月26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出席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 会见韩国总统尹熙悦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韩方在务实平衡基础上 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深入推进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 加强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外商投资服务保障 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欢迎更多韩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双方要活跃开展地方教育体育媒体青少年等交流 持续增进民众相互理解和友谊 中方愿同韩方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调 共促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 综合中日韩三方此前披露的消息 这次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三方将发表联合声明 提出在人文交流 可持续发展 经济合作 科学技术等六个领域推进合作 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还透露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更重视传统上可以合作的领域 韩国国立外交院院长朴哲熙也曾对媒体表示 这次会议将成为三国恢复互信 加强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并为缓解紧张局势 巩固三边和双边关系 奠定基础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始于1999年11月 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领导人会议 2008年12月 首次十加三框架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岗举行 会议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确定了三国合作的原则与方向 自此 三国领导人会议实现机制化 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 就中日韩合作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看法 为三国以及东北亚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中日韩合作已成为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 覆盖领域最广 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 不仅推动三国经贸发展 同时带动东亚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增长 但是到了2020年 中日韩合作的良好势头戛然而止 外界普遍认为 这其中固然有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各国间人员往来交流中断的因素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抛出了印太战略 在亚太地区建立多个围堵遏制中国的小多边机制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地区冲突不断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日韩合作为亚洲地区 三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 加大经贸的合作 特别是产业链雇用链的合作 我想不仅对于三方的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而且对于东亚 乃至于说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